今天健康解碼 我們請到黃小姐 分享她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你好,我是黃小姐 我應該兩、三年前 給蚊咬 給蚊咬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她不好之餘 還越來越大 將傷口越來越大 不斷化開 很厚 變成了你身體的肌肉很厚 很大 現在是細大了很多 其實我是兩個星期前 上來吃飯 買了一支敏迪試的 吃了兩個星期之後 覺得OK的 因為收細了 而且沒有那麼厚 所以今天再上來買 我想我這兩年來講 塗了很多藥膏 十隻八隻都有 消炎膏、淚膏等都塗 用了很多藥膏都不行 也去看醫生的 都不行 我沒有想過 這幾粒是叫敏感 幸好你們介紹給我 歡迎大家收聽《歷史淵流》 第四集 這裡就有Alex 還有我家燦身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支持 有些網友認為我們說話說得慢 我們會留意 改進一下 看看我這次說話說得更快 因為我怕自己咬字 不清大家聽不清楚 我們回顧上一集 先招救 第三集我們提及過 青銅時代崩潰的事件 Bronzen Age Collapse 由於不斷的天災 地震加上人禍 而造成 令整個東地中海 東地中海、埃寒海 所有文明被毀滅 而總結 他這個文明被毀滅 其實在當時來說 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發生 正確來說 是突然間幾個民族 一個文化圈全部毀滅 唯一可以比得上的 就是這個 羅馬帝國毀滅 中國來說就是 晉失藍道的北方 被胡人入侵 不過其實也不算嚴重 至少有晉失 然後再近似一點 我覺得文化大革命也很近似 或者是五世紀的民族大前世 都可以 五世紀的民族大前世 差不多 如果說 如果說這個教訓 就是這樣 第一個教訓 就是一定要環保 確保糧食生產 是可以延續 第二 必須要有貿易和國際合作 互通有牧 如果不是你就會很容易產生民族大前世 等等 大家看看 敘利亞那些人被ISIS 弄到東歐雞毛髮圈 弄到奧巴馬自己也要 被特朗普上來 弄到一頭煙就是這樣 第三個教訓就是 中央行政系統是一定要存在的 即是等於大台 你那些人說拆了大台 你就必須一定要立即起來 有些人說 我們不需要大台的 我們不需要溝通的 大家互鬥的 那個人一是傻 一是想自己做大台來奪權 一是鬼 一是鬼 大耀廷教授 我還有鄭宇瑟教授 兩位慢慢慢慢可以看到 那個趨勢是這樣 不過香港的政治不說 再說又得罪人 就很多話說 影響我們修時 我們只是純講歷史 這一集會說 Bronzen Age collapse 是發展在公元1200 經歷了300年之後 即是公元前900年至800年之間 這300年就叫做黑暗時代 為什麼叫黑暗時代呢? 首先就是因為 黑暗時代通常最容易發生的 第一就是都市的消失 第二就是人口的流散 很多人流暑 大逃亡 第三就是文化的毀滅 即是沒有東西記低 大家如果略略知道文化大革命的話 其實是很近似 我說很近似就是這個原因 第一 當時中國的都市 是被人毛澤東炒起的 他們找了些人 農村 但是農村如果沒有飯開 就很多人是逃亡下來 游水下來 你聽過 例如奇康、劉夢雄、曾憲子 那些人都說 他們自己游水下來香港 即是等於一次民族大天使 不過這次是海上的 不是陸上 這次是海上的民族大天使 只是這樣解釋 而經歷了公元800年 九百多年的時候 人口慢慢慢慢再增加 希臘本土 Greek Dark Age 慢慢慢慢再增加 在那時候 他們開始有另一種思想出來 即是扭轉了 他們有一種行為思想 重組一個大堂 以及重新再組織自己的文字 進入了一個新的年代 我們就叫做古風年代 這個古風年代 就是在希臘和波斯決戰之前的年代 進入了波斯決戰 和波斯決戰之後 我們就叫它做Castical Billing 即是古典時代 古希臘的黃金盛世 即是我們所說的雅典和斯巴達 是的 這個古風時代 為什麼是古風呢 因為他們是用古時的題材 來講他們的文學等等 關於很多神話 大家如果留意到 就是他們那些圖詞戲劃的東西 全部是舊年代 即是他們認為是神話時代 和英雄年代的故事 是很少建制的故事 所以他們就叫古風年代 是這個意思 古典年代 文藝復興也有古典年代 這個詞出現過 是否還是古希臘文藝復興年代 算是 但是並不是真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當時的希臘人 古風年代的希臘人 第一文字 已經不再用米石尼時代的文字 大家是要看傳承 第二 他們的建築物已經不同 比如說 以巴特龍神殿為例 巴特龍神殿的前身 其實就是米石尼時代 雅典的皇宮 將皇宮拆除 變成巴特龍神殿 是的 究竟巴特龍神殿 是否傳承了米石尼呢 即是等於 中世紀 拆了一些 Pagan 拆了一些異教徒 是的 那些神廟 在上面建了一個 Church 究竟是否Church 是承繼了羅馬年代 大家都一定認為不是 不是 哭了一千年 是的 這個 就是這個原因 正如 究竟現在的中國 是否全 現在的共產黨 之下的中國 是否傳承了以前民國時代的中國 兩項目 就是清朝時代的中國 我覺得 至少不是文字是有分別的 是 但是現在共產黨 就說自己才是正宗 我是隔身了它 因為人多 拳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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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多 你以前民國時代 四億人口 現在有十五億人口 十四億人口 是的 那我一定傳承於你 不是就別忘了 理論上 他認為是 你又不能夠忽視這段歷史 但究竟是不是很難說的 正如Church 一間Church 將一個羅馬以前的神殿 改建成一間Church 究竟這間Church 是否傳承了羅馬 諸神年代的文化呢? 這個永遠都是一個問號 是 嘩 說多了 這一集就是講 到底希臘人 有什麼因素 令他走出了黑暗年代 找回自己的文字 找回自己的文化定位 砌一個 很紛亂 像中國的戰國年代一樣 幾十個城邦 打來打去 但最後找回自己一個 很鬆散的大台 就是今天的主題 就是儲光 就是儲光 是的 開始了 儲光 我們經常說希臘是黑暗年代 究竟公元前1200年之後的黑暗年代有多暗呢? 以克里特島為例 克里特島是一個海上文化 如果大家打開地圖 我看到他是位於愛琴海的中央 是一個交通樞流 所以正路會跟對外的貿易接觸很頻繁 但是考古學家 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 根本上找不到人類的 在平地上 很難找到人類的痕跡 他們是完全不明白的 是一個不明白 即是認為他們是否死了 即是現在的人都不見了 是的 一直到公元前 公元1970多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考古學家 他倒轉來想 平地沒有人 並不代表山上沒有人 於是他走均成克里特島的山 在他島的東北埔 在一個海拔1,100米 即是2,200米的山上 嘩,2,200米很高 差不多山頂 即是近次大帽山是多少 大帽山是9百多米 噢,比大帽山還高 是的 是的 他在高處看上去 看到一些亂石堆 我們看的話 外行人看就認為是亂石堆 但是他內行人一看 就知道是石屋的地基 是一些塌了的石牆 他在那裡掘一下 讓他找到幾件燒的陶器 那樣的東西 哦,即是人類的痕跡 有人類的痕跡 這個地方叫卡瓢 如果大家看Youtube 就會看到我們圈住了那個地方 叫卡瓢 那條村 大約有3,500人左右 估計可以容納3,500人 嘩,也有一個城池 如果有3,000多人住 所以那些人是走上山上去 但是地理位置 其實不太適宜居住 為什麼呢? 因為他面向北 冬天的北風吹過來 就不太過癮 吃光了 而且可以耕作的地方很少 找到很多龍舍 即是要養羊、養牛等地方 即是以畜牧為主 就不是以農業為主 變成畜牧為主 即不是以耕種為主 大家記得我們第一集說過 農業是文明之詞 是的 他是由農業變成畜牧 即是倒退了 是的 但是唯一可以說那個地方是好的 那裡是二手難攻 因為山頂 山勢 人上山也難 別說是敵人 即是類似中世紀的城堡 城堡都建在山勢上面 是 所以換言之 他們推斷到 當時的人 可能是畜牧在下面 畜牧在下面 畜牧在上面 突然一看到 在山上有人盯著 一看到 海上有風吹早洞 就敲鑼打 叫人上山 即是切中世紀 現在真是黑暗時代 那 就走回上山 是一個避難所 而燒到那些圖器 就跟米洛斯年代 米洛斯年代 燒的那些女神像 是相差很遠 即是質素 以及工藝 美感 美感是相差很遠 即是藝術程度不足 現在換上自己的術語 是的 就很樸素 大家想想一下 一個海上的地方 克里特都搞成這樣 一個陸上的地方 為主的希臘 更加很麻煩 我們說過 當時希臘是因為龍奴 那些比較不識字的多利亞人 反抗入侵 而造成他 賣來人離開 這群人渣裝 等於文化大革命那些土佬 打倒地主 打倒知識分子 之後 在搞民間 很威風 但其實他們不懂得搞 一模一樣 噢 即是打完土豪 分完田地 之後 發覺自己不懂耕田 很糟糕 是的 就不懂耕田 即是不懂去運動一個國家 而且他們只懂得殺 即是大家互殺 互鬥 即是跟後來的維京人一樣 只懂得互殺互鬥 於是那些人就會走上山保護自己 或者人口流散 即是在那裡四散 所以就是找不到任何人的痕跡 很難找到痕跡 或者他們的房子很簡陋 沒有什麼結束物 長期可以留下 可能是 但是情況大約在公元900多年左右 就有改變了 那陣的人口增加了 考古學家找到一些公元900多年左右 在希臉找到一些墓 在墓裡面找到一些戒指 這邊是道墓者 是的 找不到生人 他找到死人 在鞋骨 就被他找到有這個 金戒指 是埃及色樣的金戒指 真的開始有貿易了 是的 那些人開始由山上去到平原 再到海 近海開始有貿易 可能口耳相傳 開始搞得好 而且那些陪葬伯的適量是挺漂亮的 那些衣服的適量 噢 文明開始有進步 文明開始有進步 你也開始有耕作的痕跡等等 開始走出那個愚昧 開始復興 開始復興 就是在希臘本土本身的 都是大有改進 所以才由山走到平原 但是當它到了大約八百多年左右 問題又發生了 對 跟賣石尼文化的問題一樣 就是 人口不停增加 每個人的人均糧食 就會減少 對 送到第一集說的問題一樣 對 永遠都是解決不了的 賣石尼文化 其實他們當時也是不停地打仗的 自己打自己 自己打自己 其實都是因為搶糧食 搶糧農地 搶糧食搶農地 搶水源 但是 我們將來講到斯巴達 他們在那一段時間 都是打到九彩 附近的人都是打的 之後文明一點 打中金 是 但是那時候打就是為了權敵 現在打就是為了糧食 因為有了文化之後 有了文字 有了體系之後 就開始大家玩政治 是 但是他們打到那一刻 就知道 不能夠繼續下去 有一件事 可以這樣說 很幸運地 有一件事 令到他們的思想改變 可能會有另一條出路 這件事就是 詩歌 就是 何馬史詩 我們上一集說過的 何馬史詩 就是 開始有些人性故事 有一個學習的模樣 有一個學習的模樣 不過是口耳相傳 並沒有文字紀錄的學習模樣 是 那時候為了文字沒有了 因為文字沒有了 為了口講 就等於大家聽三角演技 最早期是說書人說話 即是收音機 大家都聽收音機 大家收音機一樣 比如說 那些人走到酒館 就叫一個詩人 唱兩首歌 唱什麼歌 說一下英雄年代 有什麼好東西 就說一下說一下 就變成打賽 那些人記得 哦 那每個人都會有 但是譬如說 雅典的人講賽的東西 和斯巴達的人講賽的東西 Forum私人講賽的東西 都有不同 因為大家一定會捧回自己鄉下的英雄 哦 是呀 因為是希臘聯軍去打他 是 但是呢 我們現在還沒有講賽 我們不講穆馬屠城的這個故事 是 這個 遲些再講 這個 這個真的是用考古學的 這個 我們講 就是講講 這個 另一個故事 就是 又是河馬所寫的 所作的 叫奧德修斯 奧德修斯 奧德修斯 奧德修斯的故事 我大致講一下 就是說 打完賽之後 我們上一集講過 希臘聯軍 說要坐船回希臘 結果全軍覆沒 死了八成人 是 其中一個 走生不死的 這個人叫奧德修斯 但是他就在海上漂流 漂流了十年 才回到家裡 整首詩有萬多行 一萬一千行 左右 就是西方第一本奇幻小說 你當是西遊記 就會明白了 是 他裡面有十六個故事 有十六難 你可以當成 以西遊記來說 是 我們可以 後世的地理學家 學者 是古羅馬時代 公元前六十三年 有一個學者 叫Strabo 和其他後世的學者 就去研究 將他所說的故事 和當時地中海世界 一些風俗結合 就推斷到 其實奧德斯這個故事 就是出自在 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島一帶 的風土文情 是完全吻合的 那時候 這個西遊記 就是由中國的西南部 變成類似這個 西遊記就是 他們走西南部 去西天取經 去到印度取經的故事 奧德斯就是 奧德斯漂流在海上 去到西西里島 意大利南部 薩丁尼亞島等等的地方 如果大家看youtube 就會看到地圖 嘩!他都還了 一個地中海遊 其實 就好像現在的 地中海郵輪旅行團 地中海郵輪旅行團 這件事是真的 真的像 去到很遠 東去到西 其實 我相信 不過是 集希臘人 在古時海上 找食故事之大食 哦 遇到的東西 就在一起 就說是奧德斯的故事 因為我不相信 我很難相信 可以從土耳其 一路漂流到北非 竟然 這麼久都不死 如果有海難 他也很威風 最難的 你有船回家 是 是 我先講他兩個故事 給大家想想 下一節講故事 好嗎 我們暫停 好 好 好 時間回來 我初相識的時候 整個臉都紅薄薄的 有牛皮腺有吃 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 怎麼吃了 已經沒有那麼癢的了 沒有那麼癢 那皮膚的滑正程度 是不是好很多 本身 臉就差很遠了 臉就差很遠 那人是否自信心大了 基本上本身都是 也有一點的 你吃敏迪呢 吃的劑量是吃幾大呢 通常都是 我不是吃四顆的 那你也不是十分嚴重 基本上 因為我有些網友 銀舌病那些 都要吃到八顆 因為他的摘頭要爆頭 應該是很嚴重的 對你來說 你最大的改變是甚麼呢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變 腸胃最大的改變 除了牛皮腺之外 其實我很多年來 都是有腸胃敏感 就是腸敏感 就是很容易肚子 那些 敏迪其實原理上 所有敏感都可以有幫助 基本上 現在就不會經常肚痛 對 以前一喝到冷水 就會 立刻肚痛 馬上來 還有你的皮膚質素 都是改善了很多 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紅 那是否溝通 是否容易了 沒有試過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條頭髮 找不到 年輕 今年三十歲 用了洗頭水 加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就見到 我們現在的廣告 圓形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 用了 就全部出了 可能遲些 等毛狼疏通了 之後 會濃密很多 頭髮 唯有